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4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屠谷 陶灵 石庆 陶中 到青铜器时代的边中 边庆 再到今天根据不同材质分类的中国打击乐器 数量之多难以计数 将众多的中国打击乐器分类 学界说法不一 我们仅以其中的一种分类法来说明 中国打击乐器被分为鼓类 螺类 脑搏类 钟类 每一类的打击乐器中又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乐器 它们因形制使用功能 流行地域 音色的特点而被命名 比如就鼓类乐器来说 有大鼓 扁鼓 花盆鼓 排鼓 板鼓 腰鼓 尸鼓 手鼓 太平鼓 萨满鼓等等 罗类乐器有大筛罗 风罗 芒罗 声波 云罗 响斩 狗叫罗 马罗等等 从小到直径的几厘米的响斩 到大到直径可达两米多的大筛罗 罗类乐器可自成一大家族 传统的中国民族打击乐 主要以合奏形式活跃于民间 各地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锣鼓乐种 中国各地的锣鼓乐种 在乐器组合的配置上有一个共同特点 既以锣鼓铲 铲呢 既挠活类 三种类型的打击乐器为主 民间呢 俗成三大签 正确掌握这三种不同类型打击乐器的演奏方法 是学习中国打击乐的首要条件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类乐器中一些代表性乐器的演奏方法 首先呢 向大家介绍鼓类乐器 鼓在中国打击乐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古人认为鼓为群音之掌 为八音之领袖 鼓师是乐队的领奏者 又是指挥者 他通过鼓点及动作的变化来掌控乐器的速度 力度 音乐表现和整体乐器结构的且转收 以使演奏达到统一协调和完美的境界 鼓的形质有双皮鼓 单皮鼓 无皮鼓 有霸鼓等多种 演奏方法有双手持锤 单手持锤 锤手结合 徒手演奏等 现在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几样代表性鼓类乐器的奏法 板鼓 又称单皮 斑鼓 它是戏曲锣鼓中最重要的一件代句乐器 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中央音乐学院王建华教授 编写和演奏的金剧打句乐闹天宫的片段 来感受一下这件乐器的魅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也常常和板这件乐器一起演奏 为唱腔和其他乐器伴奏 下面呢 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些示范 第二件乐器呢 是中国大鼓 中国大鼓呢 有双面鼓皮 上皮面呢 和下皮面呢 尺寸是一样的 中间鼓腔的部分呢 突出 演奏的锤呢 选择木锤 演奏者根据鼓面的大小不同 选择用不同粗细的鼓锤演奏 能够发出更好的声音 下面呢 我们欣赏一段由中央音乐学院李珍贵教授和作曲家谭顿 共同创作的鼓诗 来感受一下这件乐器的魅力 演奏者根据鼓努力 第三件乐器呢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花盆鼓 花盆鼓呢 也是双面鼓皮 一形至上大下小 鼓声呢 如花盆形状而得名 演奏方法呢 和演奏中国大鼓呢 是一样的 只是呢 需要选择用不同粗度的锤 第四件乐器呢 是排鼓 这件乐器呢 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民族管弦乐团的成立 新创造的一件大据乐器 它常常呢 是四至六个排成一排一起演奏 每一颗鼓呢 可以根据音乐需要 调音高 近年来 为这件乐器呢 为这件乐器呢 新创作的独奏和重奏曲中 作曲家也用到了越来越多的鼓 组成一组乐器 比如 作曲家周龙和关乃忠先生的作品 都用到了八九颗排骨 作为呢 一组乐器 下面呢 我们来听一段 由香港中乐团的严学敏老师 在丹麦皇家音乐学院 孔子学院 中国日音乐节 举办的中国古乐坊音乐会上 带领呢 中外学生一起演奏的张烈先生 创作的《西域托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这个乐器是潮州大鼓 它呢 也是双面鼓皮 鼓的形质呢 上大下小的乐器 它是潮州大锣鼓的主奏乐器 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 由广东民族乐团团长陈佐辉老师 演奏的潮州大锣鼓曲 下面要介绍的是罗类乐器 中国的罗 以其悠久的历史 繁多的品种而驰名世界 据考证 目前所知 年代最早的罗 为西汉初期的物品 距今呢 两千多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罗类乐器 无论在品种数量 制造技术 分布流传方面 均得到相当发展 今天呢 分布在各地 不同形制的大小罗类乐器 可达数十种 其用途之广 从古代的明金收兵 明罗开道 报警 集会 到今天在音乐 戏剧 舞蹈 说唱艺术各方面的运用 罗发挥了其特殊的功能 在当今世界各大交响乐团 打击乐团均广为使用 中国的罗也因此而飞升世界 明文侠尔 众多的罗类乐器 组成了一个奇妙的 色彩极为丰富的音响世界 大罗的低沉素木 虎罗的威武高亢 小罗狗叫罗的喜悦风趣 等等 多种表现 能渲染和烘托各种气氛 在罗鼓乐中 罗的地位仅次于鼓 属于第二 这情形在金句等 戏曲罗鼓中尤为明显 不同的罗鼓乐种 在罗的使用和配置上 有不同的讲究 如潮州大罗鼓中 使用的声波 歹族舞蹈伴奏中 使用的盲罗 都要求有准确的音高 罗按其形制可分为 有罗旗和无罗旗两大类 其中有罗旗类 又有凹凸平面三种之分 在我面前 摆了四面罗 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请大家听一下罗的声音 演奏的时候 左手持罗拐 右手持锤 这个是罗的罗旗部分 这面罗呢 是叫五罗 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 好的 演奏罗的时候呢 一般的情况下 演奏在中间罗旗部分 但是呢 也可以演奏到旁边 或者是 不同的部位呢 有不同的声音 好 这一面是苏罗 这个罗旗呢 比五罗的这个罗旗 直径要大一些 好 下面呢 这一面是低音 虎罗 因为呢 这个罗 更大 它的这个罗旗呢 也 更宽 所以呢 用这根 小的锤 声音呢 就不够好 那么我现在换一个更大的锤 来演奏 这面罗呢 这个是完全平面的 它是湖南 土家族 打溜子里面用的 大马罗 这边呢 还有一个 小马罗 那么小马罗呢 和这个大马罗呢 都是 土家族 打溜子 里面用的乐器 那么演奏这个锤的时候呢 用这样的锤锤 这件乐器呢 是小锤 演奏的时候呢 右手是持一个锤板 第三类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产类乐器 脑与钵呢 同属此类 钵呢 古代称 同伯 同盘 民间称 茶 约在南北朝时期 由印度传入中国 大约呢 是公元346至353年 六世纪初呢 同伯在北魏民间已很流行 随着中国音乐的演变发展 形成了今天 形成了今天多种不同形制的 彩类乐器 并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不可缺少的 打击乐器 下面请欣赏呢 打击乐演奏家 安志顺老师 根据西安古乐 所创作的打击乐曲 鸭子伴嘴 用两幅形制大小不同的 彩类乐器 成功的表现了 鸭子互相伴嘴的风趣小景 鸭子音乐 鸭子音乐 这件乐器呢 叫脑伯 它的尺寸呢 比小伯要大一些 现在我演奏一下 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 这件乐器呢 是川伯 它是川具锣鼓中的一件重要的乐器 大家听一下它的音色 作曲家郭文景先生呢 为小伯 脑伯和川伯 创作了一首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件乐器呢 这件乐器呢 它的形制呢 和其他的钵呢 都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螺边呢 是有点向外 像上翘的 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墨西哥的帽子 因为它需要非常干的声音 所以呢 要握得非常紧 那么我呢 持这个钵呢 就把这个脑伯音子呢 加在三四手指之间 然后这样转过来 这样可以握得非常紧 然后它的演奏的时候 其他的钵呢 是对齐的两面 但是这个钵呢 演奏的时候 要故意的错开一些 请大家欣赏一段 由田荣信老师创作的 土家族打溜子 紧急出山的片段 土家族打溜子 这件乐器呢 叫庆 请大家听一下声音 下面有我为大家 演奏作曲家周龙先生 为中国打击乐 创作的第一首 组合打击乐作品 中古乐三折的 第一部分 七 在这首作品中 大家可以听到 更多的中国打击乐器 如声波 大筛螺 风螺 石面螺 木鱼 邦子 碰铃 藏铃 编钟等乐器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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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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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也希望更多的国内外朋友能够了解和喜欢中国打极乐 让我们共同携手 开创中国打极乐美好的未来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